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当我今天我登录到我的YouTube 当我登录到我自己的YouTube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先请你观看一下 这个是自己 例如说 当我今天登录到自己的YouTube频道之后 这边会有很重要的 例如说创作者工作室跟这个设定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看看自己创作者工作室里面 我的影片的制作的情形是怎么样 这就是创作者的工作室里面的内容 那如果您今天想要跟Google公司合作 例如说去脱播广告之类的 就可以点这个YouTube设定了 所以大概这两个按钮是很长被我们去观看的 当然还有什么登出 再来呢这边会有通知留言就会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叫做上传 在这个地方哦 这边三个 再来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个搜寻 因为主要是搜寻自己的影片 再来这边就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其他选项了 这个横线就知道这就是其他选项了 那接下来各位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左上角这边一定放是YouTube的logo YouTube在8月份的时候呢 它本来的logo应该是这边是一个圆角矩形的红色的一个填满物件 后来它直接把这个圆角矩形直接搬到这边外面来了 好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 所以YouTube的logo改掉了 那为什么这样改 因为它就是一个播放频道嘛 所以它要特别强调讲一下它的这个 也就是说以后看到红色的播放器 就是YouTube公司